歡迎大家收看3月1日的機密行動 又是我Rondo,Ronald Matt和大家見面 今天適逢剛剛這個星期的財政預算案公佈 我想大家都有對這個報告有好或者有不好的意見 不論如何都好,今天想和大家討論一個題目 大家做一個參考的方向性 或者去了解一下原來我們香港政府正在做投資規劃 其實對我們本身個人來說,我們應該都可以跟上方向式 或者組合式的理財方案去做 我不是幫政府說任何理財新哲學或者什麼 我只是說現在政府正在做什麼 我們怎樣去看我們自己怎樣做 今天想和大家說,政府所說的未來基金究竟是什麼 拆解一下裡面的內容和我自己的本身 我們自己做一個未來基金可以怎樣做得更好 未來基金是怎樣做呢? 其實就要數回2016年的1月1日 就由時任的財政司司司長曾進華成立 這個其實只是本身有的錢 又不是本身說有些新的資金下去 本身就是用了我們的土地基金 去撥備變成未來基金 它原意做什麼呢? 它有一個方向性 就是因為2021年香港如果情況不變的話 應該會出現結構性赤字 什麼叫結構性赤字呢?其實很簡單 政府的開支開始和收入不成均衡 即是開支比收入大 開始出現結構性赤字 所以當時的政務司司長 希望做一個十年的基金計劃 這個十年的基金計劃 就立法了 就不可以在中期裡面動用 除非立法會通過可以動用未來基金 可以應付緊急或者短期的需要 所以說這塊錢多少呢? 其實就是有2193億的資金 就由本身的土地資金 撥到未來基金裡 關我們事就想了 其實我們現在有沒有規劃一個 自己的未來十年的基金呢? 其實這個做法 就像我之前所說的 就是一個弱心性的投資 假設你現在弱心放一塊錢 可能我放一萬三千多 希望未來十年你不會拿的 不拿之外 就繼續賺到的錢繼續roll over 十年之後呢 就希望可以部分來提取 而去支援到我自己的income 其實這個就好像政府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因為預計將來十年人口老化 公共開支會增加 所以令到我們的收入又減少 我們又沒有擴闊這個稅基的情況下 即收入減少了 地呢開始賣到沒那麼多錢 沒得賣了 可能要填海做一些地出來賣一些地 增加政府收入 可能若適合那樣 這個是增加income的 等於我們自己一樣 可能升職加薪 甚至乎不同的投資都有回報 這個就是短中長期 這個是屬於長期的計劃 所以你自己去計劃自己的portfolio的時候 你都要懂得去分一個長期的投資基金 說回這個未來基金 未來基金其實政府一直都有做投資的 而投資的偉人興就是我們的金管局 當然是金管局負責管錢的 我們看回金管局原來在2016年開始 第一第二季出現了賺錢的投資 它投資的回報是多少呢 我們就看回這個 土地基金的回報 分別是2017年9.6% 和2016年4.5% 你想一下 2016年和2017年 其實兩年間 其實都有4.5%和9.6%的回報 導致現在 Sof這個 我有的最新數字 就是2018年 2018年頭 數字其實是2200多億 即是它賺了大概 大概10% 2245億 現在這個就是一個未來基金的儲備 但是呢 有趣的事情 我就嘗試去看看 究竟 希望大家 透過政府的投資方向 可能幫到大家去 自己砌自己的工作的時候 究竟那個百分比可以怎樣擺 可惜 暫時在政府 無論在政府的審計署 金管局 甚至財爺裡面的網站 我都找不到 它怎樣 有break down 這個未來 基金裡面的投資 組合裡面的 allocation究竟是什麼 希望政府可以 discourse多些 information 甚至乎 可能同學 你發現到原來 哪裡可以找到 最新的數字 大家都可以 告訴我 大家可以了解 究竟政府 尤其是我們的中央銀行 這個金管局 去投資方向是什麼 其實我們跟回方向性 都好 沒有這個資料不要緊 不如我跟大家去看看 這個金管局 其實我們除了這個未來基金 還有外匯基金 這個外匯基金 記住 我雖然在說基金 但是這個未來基金 和這個外匯基金 都跟我們買的Metual Fund 有少少不一樣 大家千萬不要混鬧 我意思是說這個基金 其實是一個組合 我們怎樣可以 砌回自己的未來基金 其實我們可以看回 這個外匯基金 可以了解到 其實政府的政策方向 甚至乎投資方向 大概大為 有怎樣看 就算甚至 好像去年2017年 或者2018年 升市這麼好的情況下 其實金管局 在投資股票 和債券的比例上 其實都可以見到 他們的策略性是怎樣的 都可以給你做一個參考 其實你是一個 屬於進取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 提到 譬如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剛才那個是9.6% 和4.5% 就是一個基準 你假設當這個是Benchmark 那你就可以看了 如果 我自己的Portfolio 都是個比例上 譬如可能假設 政府是這個 六成的債券 四成的股票的時候 如果我又是這樣做的時候 我的回報會不會好過他 如果出現到自己的金管局的時候 其實你在做正確的事情 如果跌了的時候 你會不會 回憶到期待 即是可能 原來我買這麼多股票 還輸過給政府 原來買這麼多債券的比例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大家可以去看 這個免費的資訊 你可以了解自己的投資方向 是怎樣砌你的組合 當然選擇了基金之後 你也要選擇適合一個類型 你也要知道怎樣選擇基金 當然 下星期二 就是我的機密部署的分享會 到時希望可以見到大家 到時跟大家再拆解多些不同的 如何組合 如何應付不同的市況的時候 大家應該怎樣去賣基金 甚至乎可以剛才的 嵐心策略和月公策略 都可以有不同的組合 和不同的混合 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 記得留意下面的連結 就可以報名 到時我們都可以有 catering servicing 可以給到大家 所以大家不用趕頭趕命 上來可以吃東西都可以 接到2018年12月31日 其實香港政府所有的資產 就有40594億 這個資產 當中原來有28,000多億 都是買一些Debt Security的東西 即是一些債券 或者好換股的債券 甚至一些corporate bond的資產 其實超過一半 甚至六成都在買這個 之前來的分享會 都跟大家說過 政府其實HKMI 都有一些數據 現在整個市場 不同資產值的比例分佈是怎樣的 這個我都之前說過 Cash flow真的是一個黃度 大圍的資金方向這樣走的時候 你都很難避免的 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由股票市場 和債券市場的比例 有所變動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 其實主要的投資者 我講主要的投資者 這些是機構性投資者 或者領導性的投資者 他們的投資方向 即是由保守進取 還是進取變保守 你都可以從這方面 可以了解到 從而配合自己的投資職 是不是應該要相對調整 保守的策略 這個數字 是不是反映不到什麼 所以我們要看回2017年 其實香港的資產 由40235億 是比較少的 但是呢 要看回 其實它的比例 債務證券佔的 就是27,000多億 相對呢 其實是 2018年 比2017年 是增加了債券的 當然 同學千萬不要誤會 香港政府買的債券 不是我們所買的債券基金 到時候 來到下星期二 我就跟大家分享多些 究竟其實香港政府 買什麼類型的債券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多些 都是那個 因為我們經常 坊間上買的 Metual Fund的債券 是有少少不同的 有什麼不同呢 都是那句 下星期二 來到分量會 跟大家分享 究竟原來我就算 選對了 是一個 我應該要偏向保守一點 因為市況現在 主要的俄為因素 都告訴我 我應該要偏保守 避免風險 但原來在我的平台 甚至現在坊間的選擇裡面 在債券的比例 是對的 訊息是對的 好像我經常都說 基金的名字 你選對的 不過實際 背後買的資產 不是你想像中的東西 所以你選錯基金 導致你損失了 所以你就有個誤會 就覺得 原來我選了這個債券基金 都升不到 或者都做不到 預期的效果 就是這樣 所以下星期二 來到我分享會的時候 我想跟大家講多些 這方面的東西 希望可以到時見到大家 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記住 自己選擇 我們下集見 拜拜